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又在这儿跟朋友们见面了 昨天刚跟大家随便聊一聊 那么今天呢 我怎么说呢 又在这儿提前做周四的节目和大家一起 今天是12月5号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事情有点重要的 指标性意义 那么前几天 中共在北京开始对所谓低端人口的清理驱赶 这个呢 引起了众多国际媒体的关注 那么可以说成为了一个媒体的焦点 大家对于中共的那些做法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鄙视 特别是像蔡奇公开的那个讲话 要敢于真刀真枪 要敢于刺刀见红 要敢于硬碰硬 这一例的说法 这个无异于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在说话 根本就不像什么 其实话又说回了 中共独裁政权这样一个黑社会权力 组织还不如黑社会老大 黑社会还有个道义有道的说法呢 是不是 他们哪有最起码的一个道尔 可是我想说的是即使是这样 可是毕竟那还是在北京 有好多国际媒体信息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多国际媒体能够把这信息及时的传递到国际社会 传递到外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尽管中共做的非常非常的离谱 跟当年的这个纳粹没有太大区别 甚至从数量上讲超出了十几倍 可是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讲 它还是有所忌惮 可是最近我刚刚得到一个新的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 你跟这个事情整体放在一块去对比 去参照 去看一下的话 你就能够理解中共未来将异于何为 中国将在中共的挟持和绑架之下走向何方 我想这个怎么说呢 应该是非常值得大家警惕的 我觉得中共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程度 那么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中国在十几年前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003年出台了一个叫土地承包法 据当时参与起草这个法律的任大鹏教授说 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为中国的土地自由化做一个铺垫 或者是在这个法律当中 基本上说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至少三十年可以多不可以少 那么草地的承包权是至少五十年可以多不能少 林地的承包权是至少七十年可以多不能少 这是我的记忆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法律当中还做了一些其他的相对于细致的规定 比如说政府不可以通过让公民投票或者其他的形式 来改变公民的这个承包合同 也就是说公民一旦签署了这个承包合同 其他人就不能随便的去改变去剥夺 这个在当时来讲 我记得我在跟任大鹏当面谈的时候 他是讲连接铁的说是这样一个思想 可是现在在我的家乡 也就是在当年大家都去探访过的那个东施谷 林野 那个邪恶的地方 或者说那个被邪恶人把持的地方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现在中共就派一批人 沿着遗河 也就是我家乡东施谷村旁边的那条河 从林野开始一直向我们那儿 开始把沿河两岸的树木全部杀掉 这个从林野到我们那儿至少要有60公里 那这个地方就到我们那个地方早就被杀了 好像是好几天了吧 那么据说中共就派公安跟这些伐树的人就紧跟着就在旁边 就像那个看家户院的狗一样 就像那个牧羊犬一样就跟在旁边 不管是谁的就挨着河向上杀 不管是谁的 也不管你的树种上了是三年是两年是一年还是树苗还是已经长大了 总而言之就这样一路给你发下来 谁都不准问 谁问你就抓谁 那很多老百姓现在都是愤怒 但是没有地方讲理 敢怒而不敢言 那么过去大家可能看到一些中共的强拆 民房啊强占土地啊 那之前还都有一个交流 讨论就是你这个土地我政府要用我要买你的 那我要花多少钱 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虽然如果最后这个讨价还价不成 当然你中共出的钱不够了 你拿一百块钱买人的地 你转手卖一百万 人当然不卖给你对吧 但是中共就会出动强拆 把人从家里拖出来 非法限制在其他地方 然后把房子给你拆掉 或者把你的财墙给你破坏掉 把你土地的庄稼给你破坏掉 然后把你土地拿走 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 已经好多年了 甚至还发现在青岛那边 这个晚上农民为了不让土地被中共抢走 打棚子在那看着 结果共产党就派人去 把他给活活烧死 把棚子在浇上油点着了 那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 我想大家应该还不陌生 那么现在就发生这样一个事情 这种讨价还价什么都没有 别管你是谁的 直接就把树给你杀掉 据说他们要修这一条所谓的沿河的路 205国道就在我们一河的东边不到100米的地方 他非要在河西岸再修这样一条路 你是什么道理 原来在林一有大片的植被 那些树林都长了几十年上百年了 甚至更长了 那可以说是林一世的一个废啊 结果就被中共当权者派去的 像李群连成名 说到李群刚我想起了 昨天有个朋友在留言当中让我谈谈李群 李群我觉得就是中共的一个走狗了 没有任何的原则 没有任何的法律意识 当年就是他派刘洁指使几百人跑到北京 把我强行从北京抓住 然后塞到车里绑架回山东 接下来就是长达数年的非法聚禁 这就是他干的 虽然后来去了青岛当社会书记 但是这种邪恶的行径一直没有改变 这个我刚才提到的青岛是吉末还是哪里发生的这次 就是放火把农民烧死 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发生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谈 那么就在他们在任的时候 就把林一这些大批的树木全部都砍掉 砍掉以后种上草坪 那真是驴石段子外面逛啊 看起来好看了好玩了 可实际上那是整个林一世的一个废啊 那这个氧气的制造地方 整个就被他们毁了 所以说这种生搬硬套的这种做法 不仅破坏了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影响了这个空气质量 而且还给劳命伤财啊 给人民这个财产权力造成很大的损害和损失 而且他们不好好给人赔偿 那么现在在其他的河流两岸有这样的树林 对于当地的气候来讲环境来讲也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现在中共为了所谓的修这样一条路 又把这些树林就是绵延几十公里的树林全部就砍掉 全部都杀掉 同时他们又在禁止农民什么烧炉子 烧煤 你必须用气 但是想想你烧气那多贵啊 老百姓能烧得起吗 而且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了 憋着老百姓安装了燃气设备 但是你又供用不上气 这就是中共 这就是如同当年一方面鼓励你拼命生孩子 后来人口多了又不顾一切的去杀人 也要阻止人生孩子 那中共就是这样 如果中共这个专制政策不改变 以后这样左右摇摆不定 不管是摇摆到这边还是摇摆到那边 都是对人民的伤害 最后都是由人民的买单 那么现在在这一次抢劫 也是大规模的 那在北京很多人可以想办法 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出来 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看到那些被驱赶的人 那个视频 看到那个孩子抱着捡来的一个洋娃娃 那种无助的样子 大家被赶到大街上寒风凛冽当中 那些东西 可是发生的农村 农民的这些权利 这些基本的权利被侵害的时候 谁能够去有能力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到外界 这非常的不容易 国际媒体到不了那个地方 老百姓的社区媒体比中共限制的很厉害 老百姓平时你说给他个智慧手机 他也不一定都会用 有很多可以用的 也不一定敢把这样的消息往外传 如果平时不太关心的话 他也不知道往哪船 就是赶船也不知道往哪船 这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但这样的事情就堂皇子在发生的 你中国法律还有什么用 所以从北京的这种强杆 所谓的地端人口到现在地方上 这种公然的强占百姓的土地 强杀老百姓的树木 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只能说是一群强盗 是一群土匪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 我们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你还指望中共真正去推行法治吗 你还指望我们几百年 甚至更一千年前的那种 王子犯法与15名同罪的 最基本的这种法治观念 在中国能够有任何的用处吗 完全不是 所以今天我把这件事情 谈出来给大家 我非常希望有时之时 能够想办法去了解这件事情的发生 取到一些证 公布出来让大家看到 我们给农民更多的关注 因为从信息量来讲 对于生活在基层偏远的 这些农民兄弟姐妹 沈的大娘 叔叔大爷们 他们更加需要大家的关爱和帮助 所以这件事情我听说以后 我真的非常非常愤怒 但是愤怒归愤怒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做这样一个直播视频 来跟大家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咱们有能力的 有条件的朋友 应该想办法去取到一些证 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发生状况 然后把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 让大家看到 最主要的是 这个杀术 大家可能说比起杀人来差远了 我觉得不在于这个是杀术还是杀人 关键是 这个事情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 共产党现在已经完全不顾中国法律 是怎么规定的 已经完全 如果是原来还装装样子的话 现在已经是赤裸裸了 已经到了这种完全就靠拳头 就靠暴力来为所欲为了 所以我们一方面 对于发生的这些邪恶 不要总是袖手旁观 该出手是就出手 路见不平一声吼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 基本应该有的一种血性 另外一个 就像我上次给大家谈到 如果说原来我们没有准备好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开始准备了 准备什么呀 说白了 准备推翻共产专制 建立民主中国 很简单 这个东西 这个目标达不到 我们的灾难无穷无尽 不管中共制定出一个 今天让你生越多越好 人多力量大 人心其太山仪的政策 还是明天只能生一个 多生一个就 就 宁可血流成河 绝不放掉一个 宁天十多分 不添一个人的这样的政策 都是对人民的伤害 那么其他的也会这样 我们也不能排除 这就是中共对北京 清理极端人口以后的一个连锁反应 我相信更奇葩 更奇怪 更出乎大家预料的 侵犯公民权利的做法 中共接下来还会做 至于做到什么时候 什么程度 从哪个方面 大家没有办法知道 一直做到中共 丧失政权为止 这一点大家可以看 中共绝对不会给你带来 任何的希望 绝对不会去保护你 公民的基本权利 所以 各种各样的事情 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有个应对的方案 那么 在一个专制之下 什么东西 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 中共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 财产是这样 生命是这样 当然现在还没 还没知道 这个世东的大学生的下落 你的器官 你的家人都会是这样 所以大家想想 我们有安全保障 农民是这样 工人是这样 到城市打工的 也是这样 中产的孩子 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里 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们身在海外 做我们做的 你们在你们所在的地方 做你们做的 咱们各尽所能 好的朋友们 期待能够 有更好的消息传来 期待我们朋友们 尽我们自己的绵薄之力 尽我们的所能 去当地污泥浊水 去揭露这些黑暗 好的 谢谢朋友们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大家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直播再会